由崔宇植、金多美、金盛哲、卢正义主演的话题热 那年,我们的夏天日前圆满收官 笑忠带泪的剧 颇受好评,角色们真实而可爱 特别是我们雄言 CP长达12年爱情故事带给观众许多感动 昨晚,二十八分之一 SBS播出 即那年我们,The Movie 找来四位主演接受采访 没想到至当场宣布婚训 熊言秀疯狂放闪 超甜售后也为句话下了圆满的句点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特辑中找来了崔熊 崔宇 是 国言秀 金多美是 金志雄 金盛哲是 Andrea 卢正义是 受采访 而我们志雄竟然当众宣布了于彩兰的训 金志雄 我过得很好 啊 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该就是和大家想的那位 我会好好对他的 他那 时间应该很累的 我想急这个机会感谢他 我会 好生活的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 Andrea接受采访时则傲娇装傻 但又无意间透露自己 还是很关注崔熊 真的太可爱了 希望Andrea之后也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Andrea崔熊 崔熊是谁 啊 那未知画建筑的插画家 我没有那么喜欢他了 但是听说他明天有展览 没有 我没有特意去搜寻来看了 只是好奇他过得好不好而已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 接下来就是我们小熊啦 他在采访中透露了线 反而是颜秀比较年 自己 果然是风水轮流转 笑 过小熊最后还是深情告白 崔熊 我们吗 我们一 过得很好 但是过颜秀变得有点奇怪了 他明知 我最近忙于准备展示会 还总是嚷着要去看鹰 凋谢时才美的花有什么好看的 可我还是 很爱颜秀 不管如何 我还是爱他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 最后接受采访的是 秀 虽然碎碎念抱怨崔熊变了 但随即又甜蜜的 是拿他没辙 因为崔熊学了一个轰老婆新技能 我们熊颜秀CP真的好幸福啊 呜呜呜 颜秀 他这么 真正变得奇怪的是 崔熊好吗 一头闷在工作 他身上找不出一点浪漫 然后最决定性的变化 他现在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上 笑 不是吗 他总 让我就拿他没办法了 让我只能继续爱他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 看完 各彩蛋采访小编都要哭了 现在是真的要跟我 熊颜秀 智雄 Andrzej说再见了吧 看到智雄找到属于字的幸福太开心了 我们预先祝他新婚快乐 而熊 秀继续吵吵闹闹闹 却又相爱着的模样 真的很美 谢谢你们长达二个月的陪伴 拉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 Kdaily